我們接著現在要上的內容叫做天然災害 我會教地震 教山崩 教土石流 教乾旱 教洪水 但地震考的最多 第二要考的是山崩 有考過土石流 大考試從古至今 沒有考過乾旱跟洪水 我們要教 最愛考的叫做地震 這個是以前921的照片 這個是台北市的重災區 中山東興大樓整個樣倒塌 這個未來可能會提到 就這樣六天以後從裡面救出兩個年輕人 歐靖的就是因為死地一戰成名 一戰成名 這個是左邊的是那個橋被震斷 右邊呢就是因為斷層經過 所以產生一個小小的瀑布 產生一個小小的瀑布 叫石缸壩 這照片是我拍的 這個壩攤了之後 就保持圓狀到現在 有時候就不動它就保持圓狀 就長這樣 插掉了 有沒有 這個是鐵軌民間箱 在地震博物館有它的複製筆 就是複製的彎掉 可是原版還在原來的地方 就是這是原版 原來的那個彎掉的鐵軌 被震都中彎掉了 下一張大概是最有名的照片 因為第二天幾乎每天都這樣 超會這樣做 你可以看那個人多大 你可以看一下那個人有多大 看一下那個人 看一下這個人 人有這麼大 然後呢這有這麼高 你就知道它震的有多兇 對啦 而且公務國中現在也不存在了 既然這裡已經變成地震博物館 就學校已經變成地震博物館 這當然會提 後面有其他的彥射斧 山崩山它抬下來之後 產生所謂的彥射斧 為什麼會發生地震 古人呢就有一些神話傳說 台灣人的說法是地下有頭牛嗎 地牛翻身啊 地當就是地牛在翻身的關係 日本人的說法是有鯉魚 所以這圖上面都是一大鯉魚 鯉魚在動 鯉魚在動 所以又地震 日本人的講法 每個國家都都講完什麼大巨人啊 烏龜啊什麼吃在一大堆的 好這樣 這是神話的說法 那麼後來我們就用地質學的方法來考慮 怎麼樣會產生地震 好地震的產生原因有很多種 火山爆發也可能有地震 好 隕石撞擊也可能有地震 地下洞穴的灘落也可能有地震 甚至於人類自己的核子四暴也會產生地震 炸要炸一炸之類的都有地震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斷層錯動 斷層錯動 世界上發生地震的原因幾乎都是因為有斷層錯動 所以考試問你為何有地震 請答因為有斷層 因為地下發生斷層 這個是從1906年舊金山大地震造成重大傷亡之後 我們就開始研究調查 然後就開始知道說斷層會產生地震 有一位大哥 寫出了一個叫做彈性反彈學說 就是這個學說 這個字寫了一大堆 就是旁邊的動畫所顯示給你看的樣子 旁邊的動畫所顯示給你看的樣子 就是這個意思 地理下有一個斷層 有一個填層 受到了外力最後開始扭曲 變形儲存能量 最後終於動尾然後斷掉 噹 就把能量放出來了 這個放出的能量用坡的形式向外傳 就叫做地震坡 說坡會晃嘛 所以要晃到地面就使地面晃來晃去 就稱之為發生地震 就發生地震 叫做彈性反彈學說 就這一大堆的字就講這個圖的意思啦 好 就這樣 這個圖顯示一樣的觀念 就是地下沿層受力 扭曲變形機具能量 最後終於動尾然後斷掉了 噹啊 斷的時候就把能量放出來 用坡的形式向外傳 坡傳到地面上 使地面晃來晃去就稱為地震 這個坡就叫做地震坡 好 好 扭曲 變形 最後斷掉 噹 斷掉 就這樣 這就是 彈性反彈學說的意思 彈性反彈學說的意思 OK 我們要教這個內容 就是地震報告你的內容 地震報告你的內容 地震報告你會報告 他的所謂的鎮央在什麼地方 然後呢 鎮圓的深度有多深 還會呢 報告規模跟鎮度 這就是我們現在要教你的事情 解釋名詞 讓你了解什麼叫做鎮圓 什麼叫做鎮央 什麼叫做鎮央 什麼叫做規模 什麼叫做鎮度 第一個叫做鎮圓跟鎮央 鎮圓就是地底下產生斷子的地方 叫做鎮圓 鎮央 文言文叫做鎮圓在地面的投影 白話文叫做鎮圓垂直地面的那一點 叫做鎮央 所以鎮圓是在地底下 鎮央是在地球表面 圖放大一點 好 地底下產生斷層的地方 叫做鎮圓 鎮圓在地面上垂直地投影 叫做鎮央 這兩個距離叫做鎮圓深度 叫做鎮圓深度 這就是鎮圓跟鎮央的意思 大陸發生四川大地震的時候 我們有一位可愛的記者小姐 發生沒多久 她是這樣子報新聞 大陸四川發生大地震 什麼什麼什麼地方 有一些什麼什麼傷亡 但目前鎮圓的傷亡 人數還不清楚 鎮圓的傷亡一定是0 因為鎮圓在地底下 鎮圓在地底下 他想講的是什麼 他想講的是鎮央 鎮央應該是受傷比較嚴重的 可是當時狀況不明 他嘴巴唸出來叫做鎮圓 鎮圓鐵定沒有傷亡 鎮圓在地下 所以第一個 第一個就請你弄清楚 名詞的意思 什麼叫做鎮圓 什麼叫做鎮央 然後呢 中間距離叫做鎮圓深度 地底下產生斷的地方叫鎮圓 垂直地面的投影叫做鎮央 垂直地面的投影叫做鎮央 中間距離叫做鎮圓深度 鎮圓深度 好根據鎮圓深度 可以把地震分作 鎮圓中間 鎮圓 你不用背數字 你知道就可以了 還有人有個極潛圓的 好 35公里要極潛圓的 你也不用管他 潛中深 要背的事情是後面的事 到底在說 後面在講 然後 這個是舊課本的數字 他說 就目前所知 基本上沒有超過700公里的 你太深了 好 所以以前會考 下列迅速 何者正確 發生某地震 鎮圓深度900公里 錯 基本上不會超過700 叫鎮圓深度的分類 你知道有潛中深就可以了 然後不用多深叫深圓 多淺叫潛圓 可以不需要背他 就是按照鎮圓深度分類 請問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